- 大家好,我是20 for Future 公益企业联盟发起人吴景昌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你相信消费选择可以改变世界吗? 科技无名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生活的更享受 跟工作更便利 那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一些问题 我希望说能够有一些方法 能够来解决一些科技无名所带来的一些不好的问题 那我的做法就是用消费改变世界 内容分成四个部分 在这四个部分中呢 首先要提的就是未来十年 我们将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风险 在世界经济论坛 未来十年将面临的重大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它每年会就经济的发展 去预测未来会产生的一些风险 分别在2014年还有2016年 它提出了一些看法 那我把这两年的一些未来的风险 我把它归纳成两个部分 就是分成环境永续的气候变现问题 还有污染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会永续的财富分配失衡 还有工作机会不足的问题 我们从报道上看到 在2014年不到1%的企业掌握了全球市场的财富 最有钱的85个人 他的身家等于贫穷35亿人口的财产的总和 而且这个情况还继续在恶化 所以我们看到了2016年 这变成财富一来月其中 变成最有钱的62个人 他的财富等于贫穷的36亿人口的财产总和 人工智慧跟机器人的发展跟应用 一来月快速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想象说 有朝一日会是世界最有钱的那10个人 他的财富就等于贫穷的36亿人口的财产总和 那到底那个时候什么时候会来临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 我们要怎么办 然后其实人工智慧跟机器人的发展 它不但说造成财富的集中 而且对工作机会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传统思维上面的这种 在政府机构上班的一些金换碗 铁换碗 那在未来的这种发展之下 是不是能够继续存在呢 那我们先往下来看一段影片 机器人抢饭碗 我们先往下来看一段影片 那我们先往下来 saw Helper,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today? I'll take you to the Plum 16 oz flat contoured handle hammer. 求靜啦 you said relax you don't need to do nothing it knows when you need to stop it knows when you need to go it actually rides better than my own welcome to the Hengel hotel if you want to check in please press 1 if you want to check out please press the check out of the right of the text panel you said relax you don't need to stop it 以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记录 而不是电影里面的情节 那未来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机器人的使用已经 未来会广泛的要用在各方面 包含在工业方面 包含在社交服务方面 包含在智能交通上面 包含在医疗的服务上面 那你能不能去想象说 在未来 多久以后 可能你到卖场买东西的时候 服务你的主要是机器人 那你在 你在搭车子的时候呢 计程车跟公车 是没有人在驾驶的 那这样子的世界到底什么时候来临 我想来临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快 在2016年年底 新加坡就会测试 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上路 那在 2016年 这一年当中呢 亚马逊公司 他采用了三万台搬运机器人 那一年可以节省9亿美金的能力支出 那另外在日本 也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机器人的电源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 在AlphaGo 他跟韩国的旗网下围棋比赛 那以绝对的优势 那取得胜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人工智慧跟机器人 对我们的威胁 其实是很大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说 未来到底 对我们的工作 有多大的影响吗 我们来看 这个专家的预估的数字 在世界经济论坛 它的预估 在2020年之前 现有的工作 有500万的工作 会消失 刚刚吕破2016 它的预估 在2026年之前 全球现有的工作 有三分之一会消失 那面对这样子的发展 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财富业也集中 那工作机会 快速的流失 我们能怎么办 那谁能帮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政府吗 还是企业 还是我们要自立自强 那我想解决问题 我们先看支援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从这个报导 知道说 现在在美国 企业拥有的现金 有1.24兆美金 那美国加欧盟的 整个政府的负债 有27.4兆美金 这资料显示说 财富在企业手上 好 那当我们知道这样之后 那我们的传统思维 国家企业跟人的位阶 就是国家是最高 所以在这样思维之下 我们就会想到 这个政府必须要为我们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政府要想办法 对企业对有钱的人 科生比较多的税 让我们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但这样子的做法 到底可不可行 好 我们从希腊的经验看到 希腊政府要加税 结果呢 税还没加成 企业就先出走了 那不止希腊 我们看包含大的国家 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在2014年的时候 欧巴马他提出来 要对有钱的人 科生 要对一些企业跟个人 科生海外的所得 结果就有些人就放弃美国警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说 是不是企业都很没良心 都不顾社会的一些状况 其实企业有企业的苦衷 因为现在企业的整个竞争 它所面临到的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竞争 那所以在这个整个企业竞争的环境之下呢 他要考虑他的成本 他的费用 那包含税负也是一种 他的竞争要素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是某个国家 他去科生比较高的税 那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企业 他在做全球竞争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这样 他的企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为了让他的企业能够永续的生存 他只好出走 好 那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要先知道说 在企业国家跟人三者的位阶 其实现在已经改变了 现在企业的位阶在国家之上 然后整个改变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因为科技的发展跟应用 还有国际化 这个自由化之下 是企业在选择 他要到哪一个国家去投资 所以是变成企业选择国家 以至于企业在国家 的位阶在国家之上 那另外我们要注意到的 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忽略的 其实我们现在是人在选择工作 人在选择要买哪一个品牌 要在哪一个通路购买 所以是人在选择企业 换句话说 人的位阶在企业之上 那为什么我们一般会忽略到 忽略掉这样一个现象呢 那因为 其实 人的力量是要群体在一起的力量 它才能产生 所以要改变 改变的力量来自于群体行动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更多更多的人 能够群体行动 那为了这样子 所以我在2010年 我发起了 Authentive for Future 这种消费选择 那我希望说 透过消费选择 那能够去带动一些支援分配的改变 那我这样的一个灵感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于民主政治 我们都很熟悉 每四年一次的选举 那一些政治人物 他为了要选上民意代表 地方首长 甚至于国家领导人 所以他会很重视显明的意见 所以我们是把这样一个经验 用在其他方面 我们用在于做公益行善上面 那我们也来做选择 就是 我一样要拿钱出来支持分配组织 我到底要把钱交给哪一个分配组织 他能够为我的钱 对社会做出比较大的贡献 或是我要去选择哪一个社会企业 那我支持他之下 他对社会能够产生更多一个公益贡献 一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用消费选择 来选择企业 那我们可以开始来做选择 就是说 当我们在买一样的东西 花一样的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选择看说 我支持哪一家企业 可以对社会产生比较大的贡献 那我就忧心来试试他 这样子就有机会 让企业的竞争 进入为社会的贡献度的竞争 那为了要能够 这个让这样的事情容易进行 所以公益企业 做了三点的承诺 第一个就是 坚触净利的20% 那为了要确保说 消费者支持之下 一定都可以产生公益行为 所以第二点的承诺就是 至少每年会坚出 资本额的2% 那第三点呢 就是保证东西不会卖比较贵 在同样东西 保证买贵推上价 那透过这样三个的承诺之下呢 就当消费者他在做消费选择的时候呢 他不用额外的负担 然后我一家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那我们就要去发展一个公益企业联盟 那这个图是我们的公益企业联盟的共同的标张 20 for future 这个公益企业20%精力做公益 给社会环境更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们要推动的一个理念 其实就是用消费改变世界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消费选择 来启动一个爱的循环 那整个爱的循环 大家看一下影片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20 for future 公益企业联盟 最想带给这个社会的就是 透过这样的爱的循环的正向的动力 能够带给社会更美好的未来 那我们很高兴 公益企业联盟 在现在也陆续有一些企业加入 我们目前总共有9家企业 公益企业联盟的成业 那有另外13家在申请中 那这样的一个 这种消费选择 它能够产生多大的力量呢 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开始 来进行这样一个爱的循环 让除了说自己来进行之外 那我们也一传十 十传百 那这样的力量是可以很大的 台湾如果有20%的企业 都坚出竞业百分之20 这样每年可以产生 670亿的公益款 这个数字已经大于台湾 每年的公益监款 是500亿 所以这个数字 其实是可以 对社会带来很多 一些正向的一些力量跟温暖 另外请求百搭企业 如果都建出竞业的20% 那每年可以产生 2100亿美金的公益款 这个事情可不可能发生 就靠我们大家 我们是不是接受这样一个理念 我们是愿意一传十四传百 最后我要分享一个理念 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不在你付出多少 只在社会依你而获得多少 家庭是如此 事业是如此 做公益 行三 意同 观念转个弯 幸福无限宽 我希望说我们能够 把我们的爱心 跟我们的智慧结合 去做有智慧的爱心 大家一起努力 相信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用社会改变世界 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